在女人与男人的传奇里 充满了无所不在的爱与纠缠与权力焦点 女人多次又多情 征服男人 也等着让男人征服 在天长地久的神话消逝 他们依然妩媚 身上的刺足以让人瞠目且惊魂 那一双双令人震撼而动人的眼睛 我们称之为玫瑰铜灵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喃 嘭 原则报道 完得了 開发完成了 現在有警察的人了 很正闭 小小姐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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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妳就是這樣子 從頭一直 一直從頭叫到尾 知道嗎 沒問題 我知道 對 我告訴你 等一下 妳就是 我煮的三百萬 整個 這樣 你知道嗎 我告訴妳 重點 對 要出來 觀眾這樣可愛 知道嗎 妳是在唱阿威 妳現在說什麼 喂 妳好 這是什麼辦法 妳在處理好嗎 我告訴妳 我告訴妳 這就是 做廟宇 這麼老的 整個頭髮都吃了 這才是死 不會 不是死 妳不要吃 快點 什麼死 不是 我告訴妳 妳就整個那邊死 就對了 當我這處 再請妳這樣死 走 來 準備 這是位於台北近郊 某一色情影片拍攝現場 兼製造工廠 由於地處偏僻 再加上形勢隱密 所以都一直沒有被警方查獲 但因為色情日趨氾濫 警方為了取締這些不法業者 所以委託憲民到處打探消息 果然就在這天 一個憲民打電話回警局 事情總算才曝了光 對 這隻 沒錯 你有看到他現在開始在拍攝嗎 我不會跟你騙 我剛才還有聽到十五聲 還要叫我 確定是在這裡 最好是這樣 不知道 不然我們北廚一座 我知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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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中啊 你是好啊 沒有啦 是不是要等我久了 報告導演 你這次打招 阿中啊 你也沒關係 我還要說阿中 怕營生浪漁 哎唷 你也拜託 不要啦 你別吵 阿中啊 阿中啊 你給他什麼壯陽 那到底有效 沒有效 是要等我多久了 等一下 有效 有效 有效了 好啊 沒問題 好好好 來 開始拍 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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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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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其實第三名 你別吵 你 你別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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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我才是剛剛 你已經搬出去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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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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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講 你在拍什麼 我沒可能來東東真的沒錢 你再跟我講 你在拍愛情侶片 哈哈哈哈 我就沒了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 我是在拍教學錄影代 你不知道嗎 好 教學錄影代 對 我在拍教學錄影代 你不知道嗎 台北就是教學錄影代 對 對 對 健康教育是十四個 教學錄影代 教學錄影代 好 放開你而已 不要放開 對 對已經做了十幾年刑警的楊萬順來說 違法之徒的狡辯抵賴 根本就是司空見怪 但拿拍教學錄影代 這麼離譜的理由來堂塞的 卻還是頭一遭 只是因為還沒有進入犯罪狀況 所以他也無計可施 眼看著就要被這群人硬拗成功時 暴馬仔的幾句悄悄話 讓他當場又想到了 破解的方法 你們拍教學錄影代 好 我這樣看看 你們裡面是有什麼內容 來 果然在警方一陣詳細搜查之後 幾百卷的色情錄影代 很快就被找了出來 這下證據確鑿 一群人再無辯解的餘地 只好俯首認罪 而那堆色情錄影代 自然被警方查扣 當作犯罪證據一併帶回警區 只是說也奇怪 破獲此案楊警官所地屬的 台北縣刑警大隊 有許多幹員 比他本人還要高興 尤其是年輕力壯兼血氣方剛的 少年警員 更個個眉開眼笑 人人都爭著 要在案子移送前 好好抽樣檢查一下犯罪事證 一種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神秘氣氛 在警局的空氣裡瀰漫著 突然電話聲響起了 喂 是大隊長喔 沒有啦 那不算什麼啦 那是我們該做的 行行行行 大隊長別這樣說啦 喂喂喂 是大隊長喔 大隊長這樣跟我們說讚啦 好棒喔 這塊喔 我不知道喔 好棒喔 好棒喔 大隊長啊 我不是說欠兩幾家長最少啦 我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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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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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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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眾人的驚訝聲中 萬順向遠景們解釋 原來拍攝色情錄影帶的老闆 透過民意代表向檢察官抗議 表示警方胡亂扣押 因此檢察官特別要求警方 必須具體指出每一支錄影帶的犯罪事實 甚至碰到猥褻的畫面 還要求以相機拍下 好作為將來起訴的證據 一聽到這裡 所有警員的臉都綠了 是 是 警長 我可以不要加賞賣 我媽媽現在做回來 你 叫我看著A片 告訴我我站不著 還是叫我找上套 這樣喔 阿文啊 來來來 你要解開兩支 才會退位 來 來 來看 就這樣警局裡徹夜燈火通明 全員一起觀看色情錄影帶 一天兩班制 從早到晚沒有停歇 只是令人頭痛的事不止於此 因為不時傳出男女的淫晦叫聲 讓前來洽工的民眾產生極大的誤會 以為警察局裡暗藏春色 這不禁讓萬順等人啼笑皆非疲於解釋 更恐怖的是 到最後警員們一個個 還因此對妖精打架的畫面 引起了高度的恐懼症 已經不入成套 在那裡 assumed 那些被人家抓住 沒問題 喀 我是一手 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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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以继夜了几天几夜 警员们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 但万顺怎么也没想到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进入家门时 竟还有一场风暴在等着他 你走 ži do 我还是愿意 Ж div 无法尝尿 我本來是你,我本來都沒有放在你,我現在沒想到你 阿彰威,你怎麼穿這樣 來看,今天是我們的結婚中年輕年月 我從頭到尾琴姊姊 姓妹 你也感興趣喔 人家無視無視 阿虎大腿就在那裡了 你 你 來嘛 媽媽,你快跟我們看著,媽媽 漂亮嗎 漂亮 你我換神,你什麼怪物呢 人家說我神神叫賣人 我你扛吧,扛啊 扛吧,扛吧,扛吧 你扛吧,你扛吧 你扛吧,扛吧 扛吧,扛吧 扛吧,扛吧 早就已經看色情錄影帶看到暈頭轉向的萬順 這下可真是禍不擔心 忘了結婚週年紀念日也就算了 沒想到還用這種方式來回應熱情如火的美柱 雖然他足足努力了一個晚上 才總算解釋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但卻止不住美柱的怒火 因為沒有一個女人可以接受丈夫對自己倒進胃口的事實 更何況萬順還真的當自己的面前給吐了出來 當天晚上每週嘔到睡不著覺 好啊,這四胖多爹娘 都睡到這麼久了 別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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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別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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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兜 這個是社長的感恩 這是什麼 wiz 好,在哪裡做得有趣? 老婆,待會兒就好看 什麼太太? 說什麼啦? 不用客氣啦 這種事情,我常常在做,不算什麼 你這不是什麼? 是我新軍美容院的工作單 這個喔? 這剛好? 我剛好要找一間美容院做的名字 真的嗎? 對 這是我全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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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來這名女子是最近剛到附近開設美容工作室的譚麗英 為了招攬生意,特地上街發送傳單造勢一下 沒想到卻碰上無賴糾纏 要不是美助解圍,恐怕沒有這麼容易就脫身了 心存感激的她,恳求美助讓她免費做臉以為回報 一番推託之後 美助見麗英還是這麼堅持也只好答應她 美助妳 妳的粉飾在餃子,我都處理她,妳看看 真的嗎? 這個滑溜的皮膚比較細 pueda 你現在好好把這位表演一下 我幫你做出境精神代謝 來,這好嗎? 玲瑩,你的手藝實在很好 我以前都沒看過美容夫用這招 你是去哪裡學的嗎? 我都自己想的 像你人,長得漂亮又聰明 後來,若是一個女人帶著你 是她的好氣 對了,你還有男朋友嗎? 沒有 沒有 如果這樣,我向你介紹好嗎? 我們老公的同事,本來都很好 玲瑩,你不要再說話 你再說話,你的朋友是最重要的 好 莉英近乎神奇一般的按摩術 不但讓美柱容光煥發 整個人更因此輕鬆了起來 當下就讓美柱決定 要將所有的親朋好友都介紹過來 果然美柱說到做到 第二天開始就帶些朋友來這裡做禮 而莉英的手藝也著實讓客人讚不絕口 按摩過的人十之八九都會再回來 所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美容室的生意就十分興隆 幾張按摩椅從早到晚 沒一刻空閒 只是這麼一來 就經常讓性沖沖趕來的客人 得哭等上一段時間了 所以美柱就建議莉英 應該再擴充設備 多訓練些人手 我也是有想過 不過現在我手頭沒現多錢 幾十八都再說 原來你是因為錢 好了,文姊 請問 去看看 真有人 我想做一個好賣花 美柱靈光一閃 建議莉英成立會員制 招攬會員 另一方面 賣按摩貴賓券 打折優待 這樣貪小便宜的顧客 一定會蜂擁而至 而莉英也可以籌目到一筆錢 正當莉英還在猶豫的時候 熱心的美柱在個性驅使下 當場就鼓吹兩個鄰居掏出錢來 交給莉英 除此之外 她還到處遊說人來參加 由於美柱平時帶人不錯 而且莉英的手藝也是有口皆悲 所以不少人就爽快地拿出錢來繳費 使得莉英很快就籌措到一筆資金 這自然讓莉英感動極了 這天趁美柱又來做烈 莉英再次以實際行動 向美柱表達她內心的謝意 不 這是 要送妳的 還要給妳的 沒有 這很古言 而且妳做生理也要用 怎麼可以送我 美柱姐 妳一定會收下來 妳如果沒有收下來 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感激妳的 沒有啦 不可以了 美柱姐 我拜託妳收下來 美柱姐 妳聽我說 美柱姐 很小時候 我就是一個孤立 妳走走走走 都沒有人對我這麼好 妳一定要收下來 唉唷 唉唷 妳怎麼要靠 我收下來就是 要靠 嗯 有人來了 我先趕緊去一趕 別人忘了就好 好 不好意思 這位神經,妳要做名譽 不是 我…我是要找美柱 找妳的柱 喂 孫子 是妳喔 我老實說我是誰 美柱啊 這是我們人啦 我叫她送給我 喔 美柱,妳好 妳好 唉唷 請快拿來 我 你先開著 美柱啊 這是我的婚姻 和暗毛鑽的錢 妳去心裡 不好意思 再有妳花這條錢 不會啦 我們人的薪水 還算不錯啦 一起做警察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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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柱啊 美柱,妳走走啦 沒有 沒有了 不好意思 雖然麗因爲自己的失態 頻頻向萬順道歉 而美柱也認為 小事一樁 無需放在心上 但一向觀察敏銳的萬順 卻覺得麗因的過度反應裡 似乎透露著奇怪 它的確定是否 你還是要去看 你還是要去看 你快點去看 你應該去看 你快點去看 你快點去看 你快點看 我快點看 你怎麼有在看看 我感覺 沒在考慮以前做什麼事 不然你為什麼看著我會怕 天啊天啊 那驚人都是壞人 所以我們帶大家阿虎現在五歲時 看到你就怕了 只要你這樣說 他就是壞人 美鳥啊 我是跟妳說真的 你是說真的喔 我又說粹的 你喔 自己也不想看 你自己看 哎呦 你這褲蜜蜜 我長得這樣廖屁 連貝看著也會嚇 你真是在做什麼 沒有啦 你說的不要變成了 是不是在娶娶 你不要吃過 你真的有夠保留 你不要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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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給你啦 我 我有夠衰的 我才能吃過 也難怪美鳥會有這種反應 因為經過了這段日子的相處 美鳥早就深信 我相信麗英絕對是個單純乖巧的女孩子 所以她對萬順的話自然是嗤之以鼻 但萬順的直覺當真錯了嗎 唉呦 很無聊 美鳥姐 抱歉啦 沒有你看一下電視啊 我十五分鐘就好了 好啊 現在為您插播即時新聞 今天下午三年左右 台北看守所發生人犯逃脫事件 好怪喔 我剛才出來的時候 會看到這麼多警察 脫逃人犯謝永玉 被涉嫌殺了 被一審法官判處了十五年 憲政二審傷疾功 至於脫逃的原因 以及有沒有其他公犯 請幫助在追查當中 這麼說她就被在這裡負責 怎麼肯定又怎麼在這裡 美鳥啊 你是哪裡在這裡不送牌嗎 你怎麼在這裡不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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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 你怎麼在這裡不送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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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美鳥姐 我人不送牌 你趕快再來好不好 喔...這樣啊 好啦 沒有你休息我趕快 等一下啊 美鳥姐 我還想要休息兩天 你兩天我再來好不好 好...好...好... 抱歉 來啦 美鳥姐 你也趕快 我們在這裡做到這裡 好... 立英倉皇失措的模樣 讓美鳥感到有些意外 但美鳥以為立英是生病的關係 所以也就順從了她的意思 早早回去 只是回家之後 美鳥還是擔心立英的病情 所以稍晚她又撥了通電話 想問候立英一下 奇怪的是 電話始終沒有人接聽 美鳥心想 或許是不舒服去看醫生了吧 只是當天晚上 美鳥卻不知怎麼的 老是心神不寧 第二天一早 美鳥又跑去美容院一趟 沒想到立英依然沒有開門營業 這可讓美鳥納悶氣了 因為立英從來不曾如此 美鳥不禁開始擔心起來 而她萬萬沒想到 才又過了一天 居然就真的出事了 什麼啊 我今天要待機啊 好...我馬上回去 好 麻煩 大姐,大姐,大姐 大姐,大姐 大姐,大姐,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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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大姐 怎麼說話 什麼事,大姐 怎麼說話 怎麼說話 不是,你來看 美鳥,我們來看 老大姐 怎麼事情 問我,要問你啊 是啊,這種事情 別問我啦 我們讓她靠電話 幫她來問問好嗎 美鳥又精又急之魚 赶紧设法找到房东 好不容易等到房东来了 三个人迫不期待地 想问清楚事情的原委 而根据房东刘先生的说法 昨天立英曾经来找过他 表示只租到这个月为止 所以打算解约 并想立刻要回剩余的押金 虽然他也感到诧异 但因为立英态度坚决 所以房东只好答应 而当时立英拿着小皮箱 一拿到钱 便急急忙忙离去的模样 好像在逃难似的 听到这里大家恍然大悟了 原来一群人都被这个外表 柔弱的女子给骗了 你做的都是你啦 一直做一直做 我会把五千块给你 现在我钱不给你赶紧 是啊 我万五块 我万五块做活活 由于当初许多人 都是因为美柱的关系 才会相信立英 现在立英跑了 不免埋怨起美柱来 更要他负责 把人给找回来 由于街坊邻居 亲朋好友的钱 加起来也将近五十万 逼不得已 美柱只好把万顺找来 设法解决目前的窘境 是 你放心 我一定要想办法 叫他祝福 你现在不能回来 就是你帮 你帮我来 你帮我来 上衣 好了 我知道 你别忘了 你走 你要走 要走 好啦,好啦 抱歉啦 你走啊,我們怎麼回來了 不可能啦 想他這麼怪的女孩,哪有可能的騙人 事實的已經擺來乾淨了 我現在要相信她的胃喔 我想那個男孩,一定有什麼不得你的口中 所以才沒時間給我們電腦啦 我來 來,他連家站起來沒辦法啊 有什麼需要我賭三天嗎 不用啦,他做你沒用 以前以前我老公說的不真實啦 騙主啦,我看太多啦 他這麼賺你四五十元而已,他就九分了 他要去哪兒,反對這些經濟 不然他要說的時候,讓我們快點對 他不就害了,他沒這麼亂 我們了解小才,得了一個告知 他啊,他就不敢這麼傷心罷了 好 出頭鞋啊 是 開水喔,給你叫他啊 要什麼,回來了 好,順著 雖然萬孫下定決心要趕緊抓到立英歸案 然而就在第二天 也就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日的清晨 台北縣五谷鄉附近 有民眾發現了一具全身赤裸的無名人士 且該具屍體的頭鞋居然不見了 這自然震驚了當時整個社會 警方立刻組成專案小組全力追查 由於案件就在萬順的轄區內 所以萬順只好先將立英的案子割下 加入這樁慘絕人寰的無頭女士命案的 繼凶行動 由於死者缺少頭顱的關係 所以連確定死者的身份都成了問題 更別說是鎖定偵查方向了 因此從一開始 案情就陷入膠著的狀態 五谷鄉無頭女士案 目前人無絲毫進展 雖然就因為台灣至今能為強勢 將女性指紋建黨 所以目前警方也只有透過前來認識的民眾 一一過濾 唉 我... 我才不知道那個死者是什麼人 我以為是要看著我兒子好了 還是比較早看得比較有名 然而就在美柱睡著沒多久 詭異的事情卻發生了 居然有雙手出現在美柱房裡 而更離奇的是 這雙手居然緩緩地飄向美柱 最後甚至在她臉上按摩了起 只見她動作靈巧熟練 仿佛十分了解美柱似的 讓恍恍惚惚的美柱 感覺到一陣舒服 絲毫沒有意識到鬼昧侵犯 就這樣連續一個禮拜 只要是美柱睡著了 那雙手都會來替她按摩 這一切一切 美柱居然都毫無察覺 而就在美注 不自觉有这番奇遇的同时 原本陷入僵局的无头女士命案 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一名男子陈大贵向警方表示 该名无头女士 应该是她离家将近两年的妻子 简秀英 因为简秀英的血型 年龄及身体特征 与警方在各媒体所公布的 几乎完全相同 这不禁让警方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为了早日侦破此案 万顺就带领着她那一队干员们 不眠不休地在外奔波调查 一连好几天才终于回家一趟 美注 小姐 你等下来吧 我去来吃饭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回来了 你等下来什么 严谨有在处理了 你不用这么无缘了 你严谨有多不出去了 我现在是够了 你严谨有点 好 美女 妳最近妳做什麼事嗎 我 沒有啊 一當時 妳怎麼可以這麼漂亮啊 不太漂亮啊 這兩天都沒看 就被她這麼說話 我要是 起司 起司 姐啊 還不一樣 真的變漂亮了 不對 這兩天節目 我沒有對妳節目也有了 這樣說 現在就來 試試看 這一定是的啦 來 我快去 來去準備一下 來 來 來 什麼 來 來 你也追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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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 蘇聯啊 來 我 來 來 我 來 我 來 我 來 來 我 去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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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健 阿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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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你會在家嗎 你不會燥好? MP3 沒有,是不是很累 你會不會在家 吧 我真的還怎麼哭 我看大家 在家裡 现在有时间去找雷鸭了 阿姨啊 你是安装的 有点好玩意 你今天看着人很漂亮 人家都不精神 像我们在雷鸭做的一样 哇 真好 你是不是这么便宜 听到这话 美助虽然高兴 但接二连三的赞美 也让他感到十分疑惑 如果万顺是为了 讨好自己而称赞 这还说得过去 但是最近老是埋怨自己的阿姨 又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真有什么奇迹 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美助一回到家之后 仔细端详尽忠的自己 果然也发现到 不仅皮肤细致的吓人 甚至连黑斑也不见了 疑惯了 我现在明明就没做什么保佑 我刚才听到 这边的这么多油 刚才你都被摸出来 困惑虽困惑 但生活作息正常的美助 时间一到还是准时上床睡觉 而当她熟睡之后 那双手竟又悄悄出现了 就像往常一样 鬼手熟练地替美助按摩整个脸 而美助也沉醉在那种舒服的感觉之中 然而这一次 那双手拳突然一反常态 狠狠地用力捏了美助的脸颊一把 下来啦 下来啦 啊 天啊, 看我這麼紅了, 看我自己的眼睛 看我自己的眼睛 看我, 看我的眼睛 我, 我現在去看著鬼了 我去看著鬼了 我去看著鬼了 哎呦,我跟她也沒玩沒想,她也會把我拔掉 真的油油了 那是这样的味道 美助简直吓坏了 从没有使用过的保养霜 为什么会消失了一大半 而且在半夜时刻 居然还有一些残留在自己的脸上 难道是那个无头女鬼 来替她按摩做脸的关系吗 难怪最近她不断地被称赞 皮肤变好了 只是美助不了解 这个无头女鬼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每天晚上 都跑来替她做脸 难道是想要借此来 告诉她什么吗 奇怪 这厕面 那个无头是有什么关系 这厕面 还有一些手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要什么呀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就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说 孫子,這個沒頭死,這次人都死在那裡 孫子,孫子啊,你這次以前要相信我 那個沒頭死,不是什麼改善他,那死在那裡 孫子,我告訴你,等我這間案件處理不少 我才帶你去找他,你何必你用這種方式 喂,喂,喂,有我警官,我也是很想要 我真的就確定那死在那裡,我才帶你來找你呢 好,如果你要告訴我,你想怎麼這麼確定 美助於是將昨晚所經歷過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對萬順描述 只是身為刑警,且講究科學辦案的楊警官 可是打從心底地不相信,甚至也將他的不屑 毫無保留地表現在臉上,這自然讓身歷其境的美助 氣憤不已 對萬順描述 我告訴你,我告訴你都是真的耶,你到底要去找我嗎 哈 太太,你是想叫我怎麼幫你找我 是不是叫我如果跟他人家說 各位,各位,因為我們莫長在做夢 夢說她的臉,向你很緊織織 所以請大家相信,那個師傅,並不敢收音 你到底要怎麼這麼相信我 弟弟,已經查出,那個女婦人的美女都會贏 好,來,威良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小姐,等一下,小姐 美女,你不要再這麼好嗎 你沒看我們現在去抓人嗎 你不要回來了 雷英,我小心不小心,我沒辦法 我看過去,你自己去找她說好了 這樣才好,最近我見到頭很適合 對萬順來說,美著的話,簡直可以燦美包公的烏盆劑 都什麼年代了,怎麼可能會有無頭女鬼天天來替她按摩 請求她申冤的這種事發生 況且那句無頭女詩,早已經讓簡秀英的丈夫指證俐俐 加上她的相關資料,甚至連失蹤的日期都是如此的吻合 憑著十幾年的刑警經驗,萬順深信 那句屍體就是簡秀英沒錯 而現在,要去追查這個與簡秀英有感情 金錢上糾葛的男人,絕對就是破案的關鍵 根本不 dür數 那天也給她們更合Чes 行李 kid 反過不用安靜 你真的給她們更合但另一名 她們吹死出了 第三個場面,這裡很疲遇 進了當時 crafting 從未駆置 functions 我就miajor 哎呦,哪有氣氧啊 唉,夠累啊,小人也回來了,快點休閉一下 萬帥一句無心的戲言,竟然真的引來鬼手為他按摩肩膀 難道冥冥之中真有鬼魅? 而他頻頻出現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那句無頭女詩究竟是陳大貴口中的檢秀音 還是片錢不還的譚麗音呢? 好,謝謝你 一長,我回來 小老啊,獨家真多謝你 獨家?你獨家好什麼? 這獨家替我抓零啊 不哭啊,獨家拿回來呢 什麼?小老哥 我獨家好想撞撞撞 對啦,你獨家嗎? 辦公室來幫你擦手 你在說什麼? 我不要出人了 快,你幫我照樣 那名男子一看到是警察立刻拔土就跑 萬順等人毛起勁直追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將這名涉嫌殺害檢秀音的兇手制服 準備帶回警局偵訊 沒想到簡秀音居然沒死 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一場鬧劇 原來一開始是因為陳大貴 想找到離家多年的妻子簡秀音 所以才出此下策 故意將簡秀音身上的特徵 說得跟無名女師完全相同 來誤導警方 希望能借此 將簡秀音逼出來 然而簡秀音也不是不知道陳大貴的用意 只是身懷六甲的她 一來怕一顯身 就會被丈夫告通奸 二來這段期間 她因為與該名同居的男子 正躲著地下錢莊的藥寨 所以根本不敢出面 陰錯陽差之下 才導致眾人都以為她已經遇害了 你怎麼看我們地方要跑 我做三七做那麼多年 看了警察都還要走 我習慣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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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起床 事情的真相終於揭開 但這麼一鬧 專案小組不但臉上無光 肩上的壓力也更重 這件事還好想看看 這段大貴尊心要跟我們演 兩、三、三、三、一都說對 這要怎麼 這要怪 都是要怪我們自己 那為了結婚就確定死者是誰 蘇姨不可以去給你利用去 喔,師父 你來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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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用電 兄弟 要等他出來 好 好 欸, 宋啊 你最近在出運喔 我的皮膚變成這麼好到 越來越漂亮 好 我都不愛我 宋啊 宋啊 是幸福啦 宋啊, 你是怎樣啦 你怎麼叫你好啦 我沒有要騙你啦 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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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啊, 你怎麼站在這裡的口 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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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這麼小啦 所以... 小心啊 這個無頭死掉 真是來贏了啦 美鳥啊 萬年是要講清楚的 我不是說我去插衣 你只有全世界只有你對著... 這...這可不可靈 這才是以來力量的 我跟妳講句話話 妳說不相信 好啊 不一定沒什麼辦法 來,交給我聽 要去哪裡啊? 來力量啊 蛤? 師弟在這裡啊 你不是要力量嗎? 來啊 怎麼? 會怕喔 我的心都沒有啦 你叫我來人心 她全部都沒頭是要他人啦 那小時候她能出來 問見方問 就不會反派到公共生了 我... 我當然也知道 她沒頭啊 我只能有辦法啦 哦 怎麼這樣? 來,妳說啊 綠三八塊 我現在等內心啦 那誰鐵心啊 其實美鳥心裡一直有個感覺 立英每天晚上都來替她按摩 並非只是想單純告訴美鳥 她的真實身份而已 否則在美鳥察覺後 她就應該會罷首才對 怎麼會到現在還頻頻出現呢? 所以美鳥大膽假設 鬼手按摩 一定還含有其他用力 你怎麼出現啊? 你洗澡 門下了 不用了 多謝很尷尬 美鳥 你洗得真笑笑 正當萬順還震驚於美鳥的大膽行為時 突然美鳥將萬順拉了過來 并在他还来不及反应时 也将尸体的手掌心 在他脸上磨蹭过 而就在手掌心 碰触到万顺的脸内刹那 一股异样的感觉 立刻拥上万顺心头 没法子解释 但万顺就是知道 那天帮他按摩的那双手 就是这个没错了 经过这种奇特的认识方式后 万顺终于相信了美助的话 只是万顺也知道 要用这种全凭感觉的方式 来说服上级准许他锁定 立因为追查对象 恐怕只会遭遇当初美助 所碰到过的绩效与波斥 所以万顺又回过头 用最科学的方法来求证 首先他设法 与立因租屋的房东联络 知道那间房子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租出去 然后两个人会同房东 就进入立因的房间 希望能找出 可作为比对的资料 很幸运地美助在床垫上 找到了一根长法 于是万顺用这根长法 去与无名女师的DNA做比对 果然几天之后 就证实了那具无头女师 正是众人以为已经卷款潜逃的 谭立因 确定了死者的身份以后 警方自然积极追查立因的一切 只是立因当初无故离去 连一本电话簿也没留下 所以万顺只好从立因的故乡 彰化县方苑乡开始查起 而美助因为关心案情 所以硬跟着去 到了那里 万顺与美助很顺利地问到 立因儿时的街坊邻居 这时才发现 原来立因有个坎坷的身世 今年22岁的她是个养女 因为家贫 而且养母有肝病 需要长期调养 所以国中毕业后 就外出工作 赚钱供养养母 一直到了养母去世之后 立因就再也没有回来故乡过了 要是我真想有这种事情 警察先生 太师脸的兄弟到底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现在要跟你查吧 我跟你说 这种事情来我们这种地方的情 是找不到算数的 如果要找 就要去那种 贪责的地方 找到才对 喔 你的意思是 他把去上班过去 嘿嘿 你还要靠近才能说 哪个女孩乖巧又贪顺 而且 哎呦 你如果这么好骗 你如果没去贪吃 贪贪贪贪贪 哪有可能贪大钱 是他贪贪的老母 就是这样说 对对对 我常常 她都骗男人的钱 骗男人骗得不感恩 你知道吗 跟太师也不一定 你才是死的那种事情 对 一定是这样 对 你们这两个小子 你比我更顶不 人家十岁高高層 就是公平这种人 不然不吃 就像真的那种 那些有的不就 就是为你们的伐贪 说出来的 你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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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都骗我 你小子 哎呦 现在找警察来收拾 哪有人败了 那好心跟她们说 她们进来 好吗 哪有得到家庭 就是这样说 好心无人心 不知道要好朋友 太吵了 虽然美猪对三姑六婆的 咸言咸语感到十分气愤 但是万顺倒觉得 她们的说法 也颇有些道理 所以决定 往特种行业打探利盈的行踪 只是台湾的特种行业和其多 想要在里面打探利盈的消息 那无疑是大海捞针 哎呦 你们不要这么爱 现在大家让上次想看看 没有经常这个贪围 有什么双手 让我们老高于 靠山明朗 我们还以为没有什么发展 我们就真的为高雄所有的 五六条手开始开始 你现在可以双倍了 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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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这里边看 我都被一堆 一句话 我都被一堆 小辽 小辽 你来到哪里 减察报官专了 减察报官丁 我们现在 所有这些山谷的地上像他一样 好 好 世间事真是无奇不有 原来刘警官居然是在局里 观看色情录影带的时候 看过丽莹的 记忆力一向不错的她 就凭着这么一点印象 翻箱倒柜的照 果不其然 真的让她找到了丽莹所拍摄的 色情录影带 在这里 我已经找到了 我已经找到了 小心 这个啊 这个啊 这种啊 这种风景 有这种风景 有什么东西 大家准备啊 来来来 打个板 打个板 走啊 走 来准备 走 走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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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又在哪里 anchong 你就 signature 怎麼會有這種事? 我知道,明鏡頭 我知道,你怕法律營火的教學你不知道 你請一句委託的嘛 這我都知道 導演,你現在在介紹強爆罪嗎? 這就是你的賺錯 不然你怕死 不對 既然這樣,你再來找我聰明會 有,我這裡是不會的 我知道了 導演,你過了 三位啦 不要緊張 不要,不要 這個人你沒有? 這個喔 欸? 好像有一個沒我的印象 啊,我先起來了 我來打過我的魚 表情還不錯 好 那這樣,比較有的基本材料 基本材料? 沒有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是在台中的一間鐵頭店 找到他了 這條寶貴的線索 讓楊萬順警官大為振奮 他立刻率人 前往台中的這家理容院追查 果然就從經理口中得知 莉英在她養母生病期間 曾經在這裡當馬殺雞小姐 當初也是因為要籌措養母龐大的醫藥費 才會答應去拍攝色情錄影帶 只是後來因為有富商包養她 所以她就辭去了工作 未曾再聯絡過 一直到了半年前 莉英突然開口跟她借錢 並表示要籌措一筆資金 讓她男友跑路 莉英不然朋友 是啊 莉英那些人 你也知道 老伯 你就是剛才對 堅守所掏造出來的蝦養母 什麼 莉英那些人 莉英哪很怕蝦養母 我想應該稍微控制點 這個消息真是讓萬順感到意外極了 没想到丽英居然与越狱的重大刑犯谢永裕是男女朋友 整个命案发展至今越来越错纵复杂了 当下杨万顺警官立刻赶回台北 与负责弃拿谢永裕的专案小组联系 果然就从他们口中得知 谢永裕当年是纵贯县出了名的狠角色 并且涉及一名黑道大哥命案 而遭黑白两道追杀 亡命天涯 要不是有人告发他藏匿的地点 警方恐怕到现在还没有机会逮捕到他 而更让万顺震惊得还在后头 因为泄露谢永裕行踪的 居然就是他的女友谭丽英 我相信这家女友谭丽英 一定是那个使用艺朵的 可能是啦 什么可能是一定是的啦 想他们这种黑道领域啦 公布就没回事了 他一定是会很愉快的 所以又倒造出来 总不能跟他太熟 一定是这样啦 我就知道啦 同时 他们,你是杨万顺床 你說什麼你就相信 知道嗎 楊警官 怎麼你比較快呢 來啊…我現在不是在走 我現在看到你的特定衣服 我相信你是不是很關心的衣服 對 所以楊姨我才會抱著四面女孩 我告訴你說衣服的事 你抱著四面女孩 蛤 你是說那個小楊姨 他早自己威脅嗎 你放心 你怎麼說 我們警方會幫你保護 怎麼 我說不對 這就是我今天要找你的原因 其實你都會奉回小楊姨 雷姨不是小楊姨台的 上面小楊姨他很愛雷姨 他就算是先自己的死命 都會想辦法保護雷姨 你為什麼會想要 因為我三人是小楊姨 到頂端了 雲姨是小楊姨 這應該阿楊姨就一直講 好 廖一芬說 她和譚麗英 謝永豫兩人原本就是鄰居 只是因為家貧 所以國中畢業後 三個人都沒有繼續升學 而麗英與一芬 在工廠裡當作業員 至於謝永豫 則是在機車行裡當黑手 因為麗英與永豫兩人 早就互生好感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發展出純純的愛美 這麼漂亮 你要送我嗎 謝謝你 來 我幫你幫忙 對 其實這哪有什麼漂亮 也吃不下去 不過我感覺 我比這塊漂亮 從今天開始 會不會每天都在一起 吃嗎 對 等一下 我看大吉利 這幾個神經 跟你這麼多 陶醉在戀情中的兩人 編織著未來美好的夢想 卻萬萬料不到 命運之神 正在他们背后猙獰地看着他 造化弄人 就在丽莺和永玉 还沉醉在美好的未来之时 丽莺的养母居然病倒了 医生告诉丽莺 丽莺是肝硬化初期 绝对不能劳累 而需要长期在家调养 要不然病情会恶化得极快 这对年仅17岁的丽莺来说 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 阿姆 丽莺 你不要再相信 以后我在抢太子 我全部都给你 等到某年 我会死亡 变作死亡之后 相信 我应该有告诉你 你应该有什么事 这是哪一样 你还有自己的伯父会照顾 这 这你不用管 我自己的想法 阿姆 你实在对我很好 丽莺 丽莺虽然感动于 勇豫对自己的好 但她自己十分清楚 光靠她跟勇豫这点 微薄的薪水 是不可能应付得了 庞大的开销 尤其养母 是自己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 她绝对不能失去养母 所以丽莺在经过一番 痛苦的挣扎以后 还是选择牺牲自己 并且与勇豫不告而别 而为了让这段感情 彻底画下休止符 临走前 丽莺一再哭着恳求一分 千万不要让勇豫知道 自己的下落 千万不要让他看 千万不要让他 妳的意思要留著妳的車 我跟妳說 妳可以幫忙嗎? 妳是妳的沒的 什麼還沒的? 她怎麼可以說走走走走走 阿芬,妳先跟我說 她現在人家在一起在哪裡 我一定要問她清楚 妳快說啊 妳想問清楚什麼 妳就是不想讓她知道她去哪裡 所以她有很多方法 妳開門,只能讓她開通口而已 那我了解了 阿芬,謝謝妳 阿芬,妳的衝衝,妳是蹄呢 蹄? 我不是要蹄,我不是要蹄 妳很蹄 而從那天開始 謝永豫也離開家鄉了 只是彰化縣背山靠海的這個鄉村 因為貧氣謀生不易 所以出門在外討生活的男人 有不少加入黑道 而女的有不少淪落封城 就因為如此 立英語詠譽 無奈地讓命運再次摆弄 謝謝 謝謝 請到這裡 請,謝謝 請 請 你這樣很頭髮 喂 老闆 老闆 我介紹一個大嫂給你秀山 來來來 滾滾滾 這個呢 就叫做雷鷹 以後 你就叫他大嫂 知道嗎 這兩個是我最痛的小弟 你是不是在痛嗎 有啦 我不痛啦 這個就叫做雷鷹 這個就叫做雷鷹 以後你就叫他大嫂 雷鷹 可以嗎 雷鷹 雷鷹 對 雷鷹 誰也沒想到 多年後的重逢竟是如此的尷尬與不堪 一個是黑道大哥極力培養的兄弟 另一個卻是大哥身邊的女人 不同的只是身份 相同的卻都是蒙受大哥的恩惠 也因為如此為了避嫌 兩人平時根本不敢交談 最多也只是眼神的交會 秀迅速離去 只是咫尺天涯 更造就了兩顆思念的心 這一天 阿波拉又喝多了 只是咫尺天涯 都說 Ger Ganzi 好嘴 來 last year 你看 её 你叫做雷鷹 你叫做雷鷹 野鷹 我注意啦 我注意 你...你... 好... 有我的事 你也跟我... 你又不是我的意思 我想你好 五輩 你不看我自己什麼身份 跟我認不認不認 走...要怎麼走 好嗎 我...你又不會送啊 送啊真的心裡好啊 阿努啊 這個事情你別管了 啊 我這個探車女子 都是探車女子 我跟她腳趾喔 是不乖的啦 阿努啊 不要在這裡找你 阿努 送她 不要在這裡擦淋賠淋酒 阿努啊 好啊 不要再說 我去送她回去 我看到她了 我就逃就逃了 來 認證 阿努啊 你就不要再說了 阿努啊 先上手了回去 好 快 謝謝你來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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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小林看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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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努啊 你說沒什麼話要跟阿努 你說什麼 你現在已經是我的大嫂 那是因為阿嬤 你出錢讓我看兵 所以我的... 阿努 剛才這次淋酒水後 比較開心的人 其實那人不錯 你給阿努 他... 他絕對不跟你開台 永豫的話 讓利英的心都碎了 其實他也不敢奢求什麼 只是想跟永豫說說 離別後的種種 沒想到永豫 竟然連一個解釋的機會 都不給他 利英不盡傷心痛哭失聲 而這時永豫的心裡也不好受 因為他拼命壓抑住自己心裡真正的感受 現在他是連流下眼淚的權利都沒有 其實這麼多年來 他也一直沒有忘記利英 他甚至發過誓 要讓他找到利英 不管用盡什麼手段方法 他都要讓利英回到自己的身邊 但沒想到命運竟是如此作弄人 利英居然成了這世界上 唯一他不敢違抗的大哥身邊的枕邊人 日子就在這樣的絕望心情中 過了大半年 利英啊 我實在是不愛不丟人 謝謝你 我才說 小王一也比較是故情無意 剛才你在那個羅倫告訴我 小王一他是不悔不悔的人 那些人一定是在台詩 我怎麼這麼說 那些人是你們家跟我誤打 我怎麼這麼說 我不對,還在說 那個鼻子才是我帶你們帶出來的妹妹 你喔 好了,你別吵 小姐,你跟我說 蕾茵跟小女兒,你們紀人才認名 有什麼後來,還會拜託嗎 說起來,都是名人 其實阿波拉對身邊的人很不錯 尤其是麗茵,用不著她開口的 阿波拉總是三不五時地送些首飾給麗茵 壞就壞在,她的酒品實在不好 簡直令人無法忍受 這天阿波拉又因為喝醉酒而發起酒風 終於闖禍了 香菇 海客 六、四、四、四、九、四... 哈哈 你這人有意思嗎 蛤?蛤? 蛤? 蛤? 你們兩個只不過是我死的狗 死人 但是你們兩個 我…我教你給我聽見 你們兩個 我怎会 我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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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的拳头像雨点般地 落在谢永玉身上 但永玉却只是静静站着 不发意义 利英急了 他不懂为什么永玉这么死脑筋 其实就算他躲避 阿波拉酒醒后根本不会在意 而这时阿波拉酒风更胜 居然拿起酒瓶 朝谢永玉头部打去 谁啊 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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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動亂動, 頭剛才你為了我, 我很敢說 你心裡說, 貨物沒安全, 要去幾天又沒事了 所以, 你頭剛才不動亂動, 阿嬤, 謝天啊, 你知道阿嬤 天啊, 心裡啊 我求是你我知道 天啊, 你說, 你我現在的心灰 我到底要怎麼做才對 我... 你現在心裡都在那邊走 我只要你被我一斬馬就好 你回家 在你 等我一下子處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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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兵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戴英 你什麼? 戴英 戴英 你怎麼看我? 你好 戴英 戴英 我不是挑戰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的心 雖然說兩人並沒有真的聊到什麼 但當戴英知道了詠玉其實還是關心她時 戴英的心裡又重新燃起希望 而就在這時候 戴英的養母剛好過世了 戴英發覺她的靈魂再也無需為誰牽絆了 長遠 打雞 真o 你這麼特別找我出來 是要做什麼? 稍後我多大還要去找人吃什麼? 哪有什麼事?你要您幹什麼講? 阿妤,我怎麼會死啊? 這我知道了,這幾天,你不是回去保安,出現什麼事了 阿妤,我已經不用跟阿布拉當地了,我們做回事好嗎? 這不可以阿妤 為什麼啦?怎麼說你不愛我? 還是為了錢,這你不用煩惱啊,我跟阿布拉做回,我有欠一點錢 阿妤,這不是錢的問題嗎? 阿妤,你不是看我一世人痛苦我嗎? 這… 看我一段時間,哭得好嗎? 這… 他不敢掉以輕心,他告訴自己,等這樁江湖恩怨完了,報答了阿布拉的恩情以後,一切再做打算吧 只是就在勇裕與利英計劃著他們未來之時,沒想到阿布拉就在這個時候,被人給亂槍打死了 阿妤,你坐在那邊坐著,我還會報答師 你不要在那邊坐著,你還會報答師 嗯…你不要在那邊坐著,你也要去應付 你是說我本來坐著,我坐著去台市 你是在那邊坐著嗎?我還可以在台市坐著嗎? 哼,你怎麼說?老大四時,你是在哪裡啊? 我? 君豪,你不要再表演了,老大會不會台詩在哪裡啊? 是嗎?你怎麼知道? 敢說你知道老大會在哪裡啊? 我? 這個事情跟哪裡沒關係,你不要把他打開,好嗎? 我人要去哪裡是我的事情,我絕對沒有台詩在哪裡啊? 你怎麼說?你心裡的老大是在台詩的喔?我絕對沒有啦,我想要有絕對不會做出這種情心不來的事 我兩父親是你不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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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啊 由於詠玉一直說不出自己當時的行蹤,所以林昆雄借機想當場除掉詠玉 但幸好在場的幾個兄弟加以阻止,所以詠玉的命是暫時保住了 只是這幫兄弟還是將詠玉軟禁,打算等眾人商量出辦法時,再處決詠玉 一聽到這裡,林映的心裡真是焦急萬分,但又不敢露出端倪 所以表面上若無其事,仍招呼眾人用餐,但心裡卻有了主意 林映在茶裡悄悄地下了大量安眠藥,然後端到眾人面前 也因為眾人不知道一向柔弱怕事的林映會有這種舉動,所以都喝了茶 一個小時不到,眾人都已經昏了過去 チョウ? 綺音? 怎麼是你? 快點,快點那一走 妳就先走了,妳走! 阿董,你全部都已經有年度大小孩 我還想是死,也不要再磨火了 你現在是死人就要怎麼回家 哪來台下不來的,他就真的開玩 你敢不想過啊 阿董,你如果想要聽你到來報警 你不要怕,沒機會 待會兒時間要夠,我們怎麼會打死 你現在先對我來走 好,你不要再苦惱了,好嗎? 更快要沒時間了 好,我可以來走 好 就這樣兩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而林昆雄事後更是偽造許多證據 來陷害謝永鈺 在黑白兩道追殺下 兩人很快就捉盡見走了 阿董,你喜歡做嗎? 後來他們有來找過我了 是不會跟我賺二十萬糟了 我是要表婚子跟他賺三天 但是他說未婚了 雷昕之後去找他以前的 上班的替頭店的老闆酒 嗯,別傻了啦 欸,二十萬的 賺錢,他怎麼可能會賺給他 有啦,他老闆有賺給他啦 蛤? 小孩啊,大家就是愉快開心 哦,想得夠 大家是安內啦 那家李榮苑的老闆 一聽到立英開口要借二十萬 居然毫不考慮地就答應了 只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他要求立英還要再回來李榮苑裡上班 因為像立英這樣 擁有極厲害的按摩術的小姐 實在不多 好啊,我帶你 好,我帶你去 好,我帶你去 謝謝啊 謝謝你,謝謝你 那我先來找我 謝謝 啊,我先聽 立英啊,我今天有事 要去一趟 就這樣,你告訴我 你老大到哪裡 好,你送你 立英怎麼也沒想到 李榮苑的老闆是有心騙他的 而李榮苑的老闆 在騙得詠玉的落腳處之後 立刻打電話告訴昆熊 昆熊得知以後 也馬上帶幾個兄弟 要取詠玉的性命 當立英回到住處時 昆熊的人馬正好趕到 眼看著詠玉的生命 危在旦夕 突然立英靈機一動 立刻打電話報警前來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 警方終於趕到 昆熊趁混亂之際 逃之夭夭 而詠玉卻也因此被捕入獄 而立英就在一分的資助之下 在土城附近 開了一家美容工作室 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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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知道有夠可憐的 到底是拿一個朋友去給他開oc 我猜 是你昆虹有日報不掉 蛤?妳怎麼知道是誰? 因為... 因為... 因為我昆虹有跟我聯絡 什麼啊? 妳是說夏宇明早有跟妳聯絡嗎? 嗯... 阿佬有跟我說 她就看市村來民 剛才昆虹以前的兄弟 因為阿佬以前有跟她倒三天過 所以她跟阿佬說 這些都是昆虹的安排 原來林昆虹早就察覺到 麗英與永玉之間的異樣 但個性深沉的她卻按兵不動 直到發現謝永玉偷偷與麗英相會時 直到機不可施 立刻發動攻勢 刺激在路上將阿佬拉亂槍打死 以取得幫派老大的地位 阿佬跟我說 阿佬一直想辦法 要把她送去代表 所以她知道阿佬要逃出之後 就趕快去安排 肯定是跟我們自助的時候 讓人害死的喔 這樣說也是有道理喔 我最重要的是 她跟我說 如果是怕暗明 她沒有跟我聯絡 如果這樣她肯定沒有名 所以她要讓我去保育 去捏人群修 什麼 那讓她自己去捏人群 是嗎 可能是喔 她怎麼會這麼大檔 你今天要什麼大檔不大檔 快點叫人 快點 等一下 你給我動 沒有啦 你是要撞到 喔 你怎麼說現在在講生笑的時候 沒有 那是在歐城的大車旁 人家跟她說不說 你不要這麼多 你怎麼這麼多 你怎麼這麼多 沒有人家都在歐城 還不是 知道這個重大消息以後 楊萬順警官立刻聯絡對上圓警 火速趕到林昆雄的住處 而林昆雄自從暗殺掉阿佬拉 成為黑幫老大之後 連他的住處也一併接收了 而楊警官等人趕到時 正看到謝永豫單槍匹馬和林昆雄 火拼過後 制服林昆雄要將他槍殺的場地 謝永豫 等一下 你這麼冷靜 我們警方現在知道了 才是阿古的鄉親不是你 是林昆雄 你不要做什麼 爺 我們親自找一台人 為何再報仇 等一下 你冷靜想看看 林昆雄的醫生要讓你換下來 可是你如果將他臺事 你敢不去哪裡去林昆雄 林昆雄的辛苦 他不就別別人回了 阿祝阿 你不能一齊再齊 我給你將錢放下來 我保證 我已經繼續我給你發揮求情 阿祝阿 你信不信 如果林昆雄的死人不敢亂 知道嗎 在逮捕谢永豫 林坤雄等人后 警方竟意外在林坤雄家中的冰箱里 发现了谭丽英的人头 警方怎么也无法想象 林坤雄竟然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丽英 林坤雄说 当他在知道谢永裕逃亡的消息以后 他就开始担心谢永裕会来找自己报仇 于是密切注意丽英的行踪 果然就在丽英与人联络之时 顺利逮到了丽英 并逼丽英引出谢永裕来 拿小的丽英抵死不从 并拼命反抗 气愤的林昆雄一时失手就掐死了丽英 生性变态的他 因为长期被阿波拉羞辱 所以恨阿波拉恨之辱 而丽英是阿波拉生前最钟爱的女人 即使害死了 他也不肯放过 居然将丽英的头割下 并且让他的手下将身体丢在五谷乡一带 只是冥冥中自有天定 谁知道负责侦办的警官与他的妻子 竟然与丽英熟使 丽英 这是我们当初说好的 要送给你的身心的手环 其实 自我十五美好 只是我一直都没机会送给你 你 你看 是不是就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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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心情愈來愈想愈艱苦 你的夢當風 心甲荒渡 心情愈來愈想愈艱苦 你的夢當風 心甲荒渡 天然萬一的君你別衝動 你總是堅持你的理想 我總是一個牌命兩隻的人 一切有在你去做 你肯集不要 你肯集能